健康如同人生的基石 幸福感的起点 然而 每年夺走760万人性命的癌症 在我们追求幸福人生的道路上阻挠我们 在台湾 癌症已超过30多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榜首 对此 台北荣民总医院从1958年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研究癌症治疗 希望为人类找出对抗癌症的方法 2014年 扩选为卓越癌症研究中心 及国家级临床试验中心 针对口腔癌 乳癌 肝癌 及肺癌 作为四大研究目标 在2016年 在2016年 更荣获全球15大顶尖医院的殊荣 近日台北荣民总医院 引进了崭新的治疗方式 癌症治疗有了新曙光 台北荣民总医院 自2008年开始筹划全台湾第一家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 并且于2019年开始新建 台北荣民总医院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 引进日本最先进的设备 位于B1辐射防护区的同步加速器 将碳离子加速后 以水平与垂直方向进入治疗室 精准照射患者 同步加速器的水平精准度 需达到0.05毫米 如同半根法斯的厚度 另外 为了防止治疗过程产生的辐射 渗漏至治疗室外 设置辐射屏蔽墙 其最厚处厚达6.5公尺 严谨精密的设备 给予工作人员与患者 最安全舒适的治疗环境 在放射线治疗的范畴中 重粒子的运用不同于 子子光子治疗 为癌症医学开启了新的篇章 什么是重粒子治疗呢 目前癌症治疗方式包括 外科手术 化学治疗 放射治疗 标靶药物治疗 免疫治疗 而重粒子治疗是放射治疗中的 一种新选择 比较设计计划 计划 在短期间的治疗中的治疗中的 短期间的治疗 因为重粒子的质量是 脂子的12倍 因此对细胞有更强大的破坏力 重粒子如同大炮的炮弹 能确实重创肿瘤细胞 台北荣民总医院 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 引进最新的动体追踪系统 呼吸调控放射治疗技术 与比肩式扫描照射系统 最大的优势就是 有更高的精准度 且更能降低对正常组织的伤害 重粒子治疗为非侵入性 并能大幅缩短疗程 能让患者快速回归日常生活 重粒子治疗 适用于不同部位之肿瘤 特别针对于 难治、手术困难 及对光子治疗有抗性的肿瘤 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疗团队 将不断为台湾、亚洲 以及全世界的癌症患者 为回复日常健康快乐生活而努力 从患者走进大门 寻求医疗援助开始 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疗照护团队便以患者为中心开展医疗照护 关注患者需求 及时提供专业医疗协助 以病为师 用同理、关怀提供患者最佳的医疗照护 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不断向前 已然写下台湾癌症医疗室的重要里程碑 未来台北荣民总医院将以最高标准的设备 技术成熟的团队 细心照护的服务 持续照护每一位患者的身心健康 与患者并肩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